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时候抗老就蛮重要的 即使年纪还没有到 但是还是要提前预防 等一下分享的 不管是在彩妆上 或是保养上 或是生活用品 这些都是非常贴近我们的肌肤 但不用担心我们介绍的东西 不会很难入手 毕竟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自己消费的起 我们是手拉着你们手 到好门的门口晃一下 但我们有一定能力的时候 就会朝这个方向前进 东西不需要多 就能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那我们先从保养开始 再待进生活 首先25岁要提前抗老 讲到抗老的话 大家一定会想到是奢华或是昂贵的产品 我们手边有几个抗老的产品 我们觉得还蛮好入手的 POL的这款抗老产品 当然会让人家犹豫一下 虽然它很好用 但是它的价格并不可爱 它真的很好用 其实它们这个金绿祥的抗老系列 我们已经有用过好几个产品了 从水乳、金油到面霜都有用过 它有精华原液非常好用 它其实用三四天你就会非常有感了 我觉得用了当天其实就会有感了 尤其是精华原液 用了当天就很有感了 因为这款是价格不可爱 当然不是这种啦 我们先把它请到旁边去做一下 那说比较好入手就是 丹特物的超逆菱修复系列 我们手边有的空瓶就是精华跟面霜 这两个我们都已经用完了 这两个都是我们在摸摸购入的喔 这部分不是业配 精华跟面霜的质地对我们来讲 都是比较轻盈不厚重 而且很快就吸收完全不会黏 就不用担心说会黏到枕头之类的 我用下来感觉是皮肤变得比较有弹性 像我以前在摸脸的时候 擦保養品都会感觉到 脸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很硬 但现在这样的摸脸阿 在按摩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脸的弹性变得好很多 这是我自己用下来的感觉啦 我的感觉是皮肤有变比较紧致 而且会有微微拉提的感觉 就是你有持续擦这两款的话 我毛孔原本是斜线的形状 它会变成一个圆圈的形状 因为它紧致所以会把肉给拉上去 就会让皮肤看起来没那么垂 而且你的法力纹也变得没那么深 因为这地方如果有稍微拉提的话 我法力纹这边的高低擦就不会擦那么多了 这些都是我们用的一段时间才有的感受 它不是像医美那种过一个星期就消失 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我们大概就是法力纹啊毛孔啊 就是比较深的纹路啊 所以细纹的话我们目前用下来 是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我会感受那么深 是因为我们都会很近的看自己的脸 才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再来是整合套跟眼罩 今天这部影片也是Lilisale部分赞助 另外他们有提供我们两组折扣碼 第一个是全款88折 另一个是买200美金8折 可以找同事啊姐妹一起合购 详细的优惠资讯我们放在资讯栏 可以复制折扣碼再去结账 Lilisale都是以天然丝绸为主 他们从服饰包含男装母装 服装 还有运动内衣睡衣到孕妇装都有 还有请具有床单整套 眼罩非常多样 包含连配件饰品非常多元 他们都是采用天然纤维 而且是经过认证 包含种植丝绸的过程 不会破坏土壤跟大量的水 而且纤维是可以分解的 对环境也非常友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观光他们的网页 我们收到枕头套有一个是旅行组的 跟一般性风的正式枕套 先说这个正式枕套好了 大家对正式的印象就是冰凉丝滑昂贵 其实正式可以在夏天为时凉爽 冬天可以保持温暖 而且这是属于透气的材质 它这个是有大小尺寸可以选的喔 像我自己睡觉的姿势是习惯 它脸会贴着枕头 所以我这边的眼睛才会那么下垂 因为我们之前的枕套是布质的 像我擦完保养品直接睡的话 我的保养品会被棉质的枕头套给吸进去 如果是这种正式材质的话 保养品就不会转印上去 而且它是可以降低灰尘、塵满 还有过敏的现象 所以连敏感肤质都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正式表面光滑的材质 这样可以预防细纹了 还可以防止落伐 我从以前 你还在那边折吗 你有没有在尊重理解哈 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很害怕 我如果側躺的话可能就很容易把信尾给压出来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枕头在这里我都睡得直直的 如果要側躺的话我会这样側得很下面 我会这样子弯着在这边睡觉 我也不会整个躺在这边 脸是可能在凹槽这边 所以你是靠个耳朵去撑是不是 我是用耳朵在睡觉 所以我每次睡起来的时候耳朵都会很痛 我发誓 我用了这个枕头套之后 我掉发的情况真的是少很多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睡棉子的枕套 我每次起床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枕套都是一堆睡法 但是我睡了一个礼拜 正式的枕套 我从来没看过一根头发在上面 我放一张前后比对的图给你们看 因为有没有睡法真的差太多了 它掉发比我不夸张 因为它是正式材质 所以它真的是减少很多摩擦 我平常就是会大概三五天没洗头 没有啊不要相信不能相信 我们就老实点嘛 常常没洗头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 因为我洗头之前我都会先梳头发 然后每次一梳的时候我头发是 又乱打结又一堆 所以每次在梳的时候梳的上面都会有一把头发 我每次都是一把刷 自从我用了这个针丝整套之后 不夸张我打结的几率变很少 我也是 我昨天在梳头发的时候 头发还是顺的 因为我们最近用到很好用的护发产品 都没有打结 我就一直觉得是护发产品的关系 所以我因为昨天把枕套拿起来之后 我今天起床在梳头的时候就打结了 我就想说是什么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牌的床还能拿起来 我说对吼 所以我们昨天睡到的是裸的枕型 导致头发打结 所以换了他们家的枕头套之后 我们睡起来真的是安心许多 毕竟掉发也是鲜老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们还有出服型便洗枕套 如果卫生一律的人就可以带这个出去 自己用会比较安心 旅行这个整套还有做一个隐形的拉链 里面有一个内袋是可以方便收纳 收纳起来体积很小欸 这可以直接放包包了 就一个厚重包的大小 其中还有收到他们的眼罩 因为我们是经常在白天睡觉的人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实用 或者是平常在睡午觉的人也蛮适合的 这款是可以针对头围去调整的 后面有一个可以调整头围的弹性缎带 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头围大小去做调整 睡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存在感 而且它这个是完全不会压眼 不会勒头 不过如果是睡晚上的话 可以挑选浅色系的 但如果你是睡白天的话 尽量挑深色系的 因为浅色系也会透光 所以我们要比较推荐 睡白天的话就挑深色 另外还有这个发带 我们都觉得戴上去好像有一种 勤管家帮我倒一杯水的那种情境 幻想自己是千斤大小姐一样 虽然它的风格有点像洗脸发带 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换一个戴法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戴出门 因为我们刚在化妆的时候 是没有有刘海的 如果你有有刘海的话 看起来会比较像是出门戴的那种带法 所以同样的发带 不同的带法还是有差别的 而且它的光泽很美 也不是那种荷叶边的发带 它是非常基础的 单色配色 黑色滚边 有点小香蜂的感觉 所以很实当 然后运动内衣是我们两个穿起来最经厌人 先看它的外观 它有负责胸垫 从胸垫看就可以知道 包覆性很大 它的款式很像无痕内衣 而且总共有四个颜色可以挑选 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太喜欢穿有肛权的内衣 那个会比较容易勒位 或是肩带很容易弄出勒痕 像它这款穿在位的地方 它也不会卷曲 因为你知道有些标榜无痕内衣 但是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或是像内裤一样 一点小肉它就把你卷进去 而且标榜运动内衣有的包覆性很差 胸部都会跑掉 这款会包住妇孺 而且弹性很好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胸垫 它是有点脱高的 所以你要更换胸垫的话 是要这样放 不是这样子放 这样是不对的 再来是我们身上的衬衫 这个有分尺寸喔 而且它有很多颜色可以挑选 穿起来是完全不会拘紧的 然后这里是有做暗扣的设计 会让整件衣服的质感更高 而且也会拉长你的线鸟感 这款的版型 它不会做得太有特色 所以很好搭 单穿或是搭小外套 它可以很休闲 也可以很正式 单穿的话可以把衣服扎进去 这样比较正式一点 也可以把衣服脚脚的地方打结起来 比较帅性 我觉得它是不太有风格上的限制 但是会有点气质 即使是出席重量场合或者是面试 会比较有专业的感觉 加上接下来夏天又要到了 厮守就是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很适合怕热的人 装上去会有凉感 不管是刚刚的枕头套啊 眼罩还是衬衫 我们都觉得蛮适合接下来的季节 接下来好命迹的话 底妆要用一点光泽 而且底妆不能太厚 那我们最近用的是 蓝口领粉感跟 直纯袖无极线保湿妆前乳 蓝口领粉感我们的色号是B01 妆前乳我们用的是肤色 我们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因为这样上起来的话 底妆会比较有光泽 而且会比较透亮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上妆 再来是遮瑕 如果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 不是很严重的话 可以不用遮瑕 如果是痘疤或是在意的纹路 可以稍微遮一下 像是黑眼圈、肋膏 或者是像我这种 有一些小的痘痘 要把它遮瑕 让脸看起来稍微干净一点 下来定妆我们用的是 MAK的隐形毛孔粉 这款的粉质很细 而且上脸也不会干 也不会有粉感 然后隐形毛孔的效果很好 我最近用起来我倒蛮喜欢的 所以面粉就是用这种轻薄的 但是这款不知道是不是隐形毛孔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附粉撾 但用倒的才可以 它粉质很细很滑 发镜给你们看看它的粉质 很滑配它 非常的丝滑 而且完全没有粉感 然後又可以稍微霧化毛孔 像現在這樣定完妝 它其實妝感不會覺得很厚 是很輕薄的 不會讓人覺得說你的臉是有厚粉感的妝效 我覺得它可以拿全點定妝是因為我覺得它的粉質很細 上完妝之後讓你的紋理不會那麼粗糙 會比較平滑的感覺 但是妝感又是薄透的 因為現在臉上的光澤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上另外一款蜜粉 就是紫春秀的斷石光蜜粉 這款聽說要斷過了 這只有兩顆而已 我聽到要斷貨我真的好想馬上再去屯喔 因為它的光澤很漂亮很自然 很像是保養完的光澤 我現在會掃在這個地方 我是髮技的地方 上在髮技前面一點點 這個光澤看起來會覺得說皮膚很差 它不需要上很多 而且這一款它是有控油的效果 不能上太多 上太多的話臉會有很崩的感覺 它是給你光澤然後又有控油 所以它是一個很奇妙的蜜粉 像我們雖然是混合朋友 但是我們又很愛那種光澤型的蜜粉 我們很容易每次上完妝之後 妝感都是霧面的阿 妝 這款對油肌來講是非常友善 它有一點光澤 好密集的感覺 其實它跟大沛那款是有點像 只是說它這個是控油版的 大沛那個不是控油版的 它整個上完之後會覺得你的底妝非常的薄 這乾肌搞不好不能碰齁 我們這種混油肌 像在皮膚乾燥的地方就會崩崩的感覺 根本是乾肌 它裡面是有很細很細的鑽石亮粉 風出來我覺得我要去打波尿酸喔 額頭啊這一塊 你看我的額頭 整個像去韓國做的一樣 接下來的眉筆我用的是 Anastasia的眉筆 然後我用的是Benefit的這系我的眉筆 反正我最近很愛你都對了 在Sephora買的時候這是它的贈品 然後送來的時候我覺得 欸怎麼那麼可愛 還蠻好畫的欸 這支我覺得很滑順而且不會結塊 然後上色度適中 重點是我覺得它蠻適合黑髮的 因為它顏色不會太灰 也不會黑到感覺就是很兇猛的樣子 它就是有點灰中灰中的啊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顏色 很好上色 我就是Benefit的 這是我的眉筆五號色 眉毛的話我覺得沒有一定是哪一種的 因為有很多種的比較鋒利的眉毛 然後也有比較溫柔的眉毛 那我們就按照自己喜歡的型去畫 就可以了 非常化順 這可能下手不能擴重 這樣子的話眉筆很省欸 因為它只要輕輕地畫 顏色都帶上去了 居然是贈品 它就是好用啊 贈品給你試用之後你就去買了 不行 它顏色很自然欸 之前有個讀者私訊我們說 要怎麼畫眉毛才不會那麼像蠟筆小心 我問他說它的那個眉筆 是不是直接畫到眼頭 他說對 它會畫到眼頭 我說你試著從三分之一先開始畫 最後到眉筆把顏色帶到前面去 結果隔天之後他會說 自然好多喔 除非你是為了畫毛流 不是填滿顏色 千萬不要用眉筆去填眉頭的顏色了 我畫好了 你們看這樣眉頭是不是很自然 就不是很深硬的感覺啊 不管是毛多毛丑都一樣 因為很多人會建議新手用眉粉嘛 像眉粉控制的用量 還有它的那個上色度 新手可能不會去掌控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盡量先從眉毛的三分之一開始畫 最後剩下的雨粉再帶上眉頭 這樣子眉頭才不會那麼深硬 千萬不要畫成四方塊 那我們眉毛畫完之後會上眉膠 因為眉毛的那個伸展方向 可能有時候會比較偏垂一點 所以我們會把它梳順 讓它比較有生氣 用這個眉膠把它往上梳 所以我用的這款是 NAS的高潮布什三色夾彩盤 這款是已經絕版喔 我是好幾年前買的夢記人 但是我很少用到它 因為這款我是衝了它的顏值買的 所以我很少用到 給你看一下它這個封面是鑽石的切割面 因為它是立體的喔 有點像毛釘的感覺 它那一陣子都是出這種毛釘的形狀 因為它打亮這顆顏色太深了 所以我沒辦法用 我直接手握刷這個 你們看好了 所以我看起來好像還好 因為它是屬於偏黃的那種啊 因為我的手是自然肌 我的臉是自然偏白 所以上來臉上可能還是會太深 就是要小心用量 這個就下手輕一點 還好它的發射度不會到太強烈 欸這張眼霧是好像很好看欸 但是顏色還蠻深的 所以真的要找鬆散的刷具來刷 給你們看一下喔 我這樣的狂戳 完全不飛粉欸 粉質也太好了吧 而且你看它顏色很深 其實上上去是很自然的 可能我們用刷子 然後就加上有在手上先餘過 胖子的話一定要修從下巴這一條 下二線這裡 等下面 亮刷 秀完之後是這樣 我覺得它這款還蠻自然的欸 對啊沒有我們想像中的深 難怪我都一直不敢用它 這麼漂亮的彩妝都不拿出來用 把它放在櫃子裡面當收藏 看來我要常用它 腮紅就用裡面這一顆 怕它有點太芭比欸會不會 它是有亮片對不對 有高光的 那時它不是有一塊高潮賣得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欸 這顏色好漂亮喔 我的媽呀 它可以跟它修容真的融合得很好 它的高光真的是很明顯欸 我曾穿過就穿過 這個黛默這支真的會掉毛 一點點用刷的然後它就會掉毛 我這支它會掉毛 好有氣色喔 你看好可愛喔 喜歡 它是偏向明色的光澤 所以會跟膚色融合得很好 我真的覺得自己變千金了 你知道嗎 接下來高光用的是MAC的這一款 這是我大姐送我們的禮物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紋路 你看 這三顆都是打亮 刷色給你們看 它的紋路第一次摸是不太會掉 但是有稍微變顯了 我心疼 它光澤好漂亮欸 超細緻的欸 MAC的打亮真的很漂亮欸 無敵服貼 這一顆是偏粉紫的 這個是偏香檳精 這個比較偏果糖色 所以它有照顧到三個膚色的人欸 白肌、自然肌、健康精 但是我覺得可以用混色的啦 那你把它混色看看 混色的話 白肌到自然肌應該都可以用 哇喔 好漂亮喔 變水光欸 MAC的MAC的MAC的 立刻來三色火車 太美了 意想不到欸 等一下我覺得它不是高閃欸 它光澤非常的糊貼 但是你一定要轉到一個角度 才看得到 這邊好像是不明顯 但是你只要轉到那個角度 看就超美的 其實它本身好好看欸 哇賽 這光澤 你看我打下來 也完全不會寫我的 我覺得它的妝感很像剛上水光的氣墊 我完全沒有粉感 就是我們想要的那種 妝效啊 我今天不知道不斷說它打幾CC欸 進去一趟醫美 它這個光澤好自然喔 就不像化妝的 今天是天金所以我不會用太多 它的粉很細啊 你打多了它也不會看起來有粉感 而且這樣看起來就妝好像很薄欸 一直在欣賞這裡的妝 很開心 太滿意了這一盤 現在還有喔 可以去買 它這個好像是單賣一盤然後有特價對不對 還有另外兩個是套組的 還有另外兩個是套組的 重頭戲來了 眼妝 今天我要用的是TOMFOR的眼妝 這盤是3號色 這盤是24號色 這盤是24號色 其實3號色我們已經有畫過了 這盤的配色比較安全一點 它有偏粉的跟大綠色 稍微帶有點灰感的冷色調 這顆的話是淺顯的香檳精 其實整盤畫出來的色調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我覺得這盤其實很適合很優雅的貴婦 因為它們眼妝通常都不會太濃 因為它這盤顏色比較跳 當初初小時候要買那麼貴的話 又擔心說顏色太跳會容易踩雷 我們拿到也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它顏色實在太美了 其實只要不要畫得很重 也是很高雅的 我今天就嘗試24號給你們看 但我會畫淡妝的效果 另外SELVO這盤眼影是廠商寄給我們的 它其實是一個日本營眼的網站 當初因為營眼出了一點trouble 所以廠商就是補寄這個當作一個道歉禮 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這個顏色好像是他們最熱賣的顏色吧 我覺得有點特別 因為它有個灰色 這個灰很淺 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它是隱語約約的 這個色號是01號 它的粉質很像纖維粉一樣 摸一摸就會化開了 所以我們兩個都非常驚訝 覺得很神奇 它粉質真的超級好的 可惜SELVO在台灣已經撤櫃了 還有另外一點我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它好像有個味道 它的味道很嗆嗆 打開是一個濃濃的藏庫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都還有 我們拿到這盤已經有一年了 到現在還是有藏庫味 而且很濃 有時候這樣關著 拿出來而已 就聞到它的味道 可能是原物料的味道吧 那我們就是用手上的這一盤來畫個眼妝 這是SELVO 我先刷色給你們看 這兩個深色的粉質稍微有點偏乾 所以在刷色的時候到後面會有點卡卡的 但這兩顆都非常的絲滑 非常好畫 這個顏色其實上眼的時候 沒有這麼深 會更淺一點 這兩顆都是霧面的 這顆的話它是有點絲斷光 這顆會比較像金屬光 但整體來講 這整盤是可以畫出一個濃妝跟淡妝的妝效 那今天想要走一個千斤的路線 所以我畫一個淡妝好了 我用它裡面的眼影棒來畫 先沾這一顆打滿眼尾 慢慢往眼中淡 先從眼睛的根部 很顯色齁 這盤其實我已經畫過了 這也是放在IG 也是走淡淡的眼妝 再慢慢戴到眼頭 這樣眼頭就是最淡的 現在這邊還髒髒的沒有關係 我用裡面的這個刷底來暈染邊界 因為它這個黃色跟我們的骨色比較結淨 所以暈染起來會比較自然 而且也是這樣淺淺淡淡的 眼窩自然就會有點加深的效果 就不會跑跑的 再來下眼尾的地方 我要拿最細的這一支 轉到側面去沾 這樣子的範圍會更小一點 其實先從眼尾蓋一張 這樣就有一點點 我只要先戴到下眼中這邊 下眼頭我就要沾這個顏色 當作下眼頭打亂 當然是灰色 但是在眼頭打亮 這樣看起來也不會覺得灰灰髒髒的感覺 我覺得反而是有提亮的效果 怎麼樣 因為它這個淺淺的 眼尾就是按這顆最深色 它是有點帶紫的咖啡色 打在上眼皮的根部 我只是要加重這一條而已 這樣眼妝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其實這個畫法也是可以降低泡泡眼的感覺 總眼皮或是單眼皮的人 在睫毛的根部這邊 畫上一個加重色的話 眼皮看起來就不會那麼泡了 雖然妝效看起來不會很明顯 但是拉遠的時候視覺效果會有差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一條眼線的感覺 很好看喔 這樣淺淺的 這樣眼妝就完成了 非常快速 因為我們買的專櫃睫毛膏都是會塌的 所以今天就不用專櫃睫毛膏了 那我最後就用自己的睫毛膏來完成這個眼妝 這盤裡面除了最後一顆綠色這一顆 顏色比較淡一點點 其他顏色都是蠻絲滑的 第一個是黃色的珠光色 第二個是有底色亮片色 底色是偏冷的咖啡色 裡面有藍色、綠色、金色的亮片 這顆的質地比較濕軟一點 第三顆的珠光感比較重 它也是可以當作夾層色 它你的顏色看起來比較偏紫 可是刷到手上的顏色比較偏咖啡 它裡面有一點點細闪的亮片 刷到眼皮上的話 亮片其實不會很明顯 綠色剛開始刷的顏色不會那麼深 你要多疊幾次 顏色才可以飽和一點 其實這幾個顏色啊 可以當出一個很跳的顏色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很有質感 我用自己的刷具 我要沾這個金黃色的 搭滿整個眼妝的 這它粉質好細喔 非常好溫染 那這個金色不能加太多 不然的話 整個眼睛會很黃 要鋪開 我想故意打高一點 等下都把它暈好 它的黃其實不會很突兀 然後再帶眼到下眼影 跟整個下眼影連結 暈染整個外吻 把整個邊界勤擀這樣 因為它粉質真的很好用 所以好像刷了兩三下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有邊界了 我想沾這個顏色 給我眼睛的根部往上暈 我今天要化淡妝 所以我不會把顏色用得很重 我會加強在睫毛的根部 根部再加深一點 下眼影我繼續用這個顏色 加一點點就好了 上眼影我要加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比較乾一點 所以我半尾也用比較小 很漂亮 有一個朦朧的感覺 好漂亮這顏色 我沒有要它綠得很誇張 下眼尾也繼續加 好看喔 雖然我剛才手刷的時候 它顏色比較乾 但是其實上眼的時候都還好 那一樣還是很好暈 多疊加體質它的綠色就很飽和了 但是你要把它暈開也是可以 我覺得黃色的地方可能再明顯一點 所以我再疊加一次 它方便一點把它暈開 再把一隻大隻一點的刷具把眼睛暈開 這顆我用點的 上一瓶我只是要它亮片而已 點拍點拍就好了 中間再疊加 然後再拍 我用乾淨的手指拍 下眼尾我想再加這個顏色 點上去 然後前面用這個 我用裡面的眼包 打亮落彩 這樣眼影就完成了 點線皮 我用MAKE的這一隻 它的頭是比較粗的那種 但是很好色 這樣眼光就完成了 然後再來上睫毛刀 它眼線筆 蠻粗的我覺得 雖然是蠻好上色 但我覺得 會容易卡到睫毛 如果這隻可以再做細一點的話 我覺得它應該會是一個很棒的眼線筆 因為它的膠是很好拉出線條的 你要既輕鬆都可以拉出線條 但顏色又不會說不夠黑 很不錯 我眼妝就完成了 眼線畫完之後 綠色好像看不太到 我再加一點綠色好了 這個塑膠很濃 所以是越化越濃 綠色夾完之後就比較完美一點 那我眼妝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先換好衣服跟弄好頭髮了 剛剛Town4這一趟的話 可以在Soupage那邊買 會比台灣便宜很多 這盤眼影如果是要帶妝的話 我建議是用刷具 假的畫比較濃的話 可以用裡面附的海綿跟刷具 這是一個坐在美國的觀眾 剛好要回台灣的時候 問我們要不要買 所以我們就買了 這個顏色是它送 送 搞笑 怎樣幹嘛 聞了嗎 還沒回來 這個顏色是它送的 怎樣 這個顏色是它送的 有嗎 這個顏色是它 你看啦 我剛才講得很好欸 現在講話還怪我 這個顏色是它送的 這個顏色才是我們自己買的 我們買的是安全色 總之要買Town4的話 逃入手的話 一定要在湖外買 價錢會比較划算 這個顏色我們也試過了 它的顏色是偏清淡的 之後我們會再找時間分享 看是在IG還是Youtube 眼妝套組裡面有兩顆眼影 跟一個睫毛膏 還有一隻眼線筆 套組裡面的眼影 一個是深灰的鐵灰色 另一個是珍珠白 不過現在網上上面套組的顏色 眼影已經有換色了 讓你們看一下裡面的花紋 灰色的 我覺得這顆的紋路它有點像11版 還蠻可愛的 珍珠白的紋路會比較像蜘蛛網 那我們刷色給你們看 摸個幾次它的紋路就會慢慢不見 不會在第一次的時候不見 這是手部刷色這樣子 第一層是蠻淡的 除非你疊加才會有這種顏色 而且它的粉質非常的細 珍珠白 這顆的話它可以打亮眼頭眼中 或者是眼下打亮 甚至這顆還可以當作臉部打亮使用 但是它有底色 要上的話就是要少量上妝 我們查過這圖眼影 它有很多單顆的是不同顏色 而且鴨紋也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套組裡面附的眼影 它的鴨紋都是一樣的 只是顏色換過而已 已經不是這兩個顏色了 因為這兩個已經不是我們第一次摸了 所以那個興奮感已經不見了 但是我們還是很喜歡 我們兩個就是比較喜歡這種暗黑色系的 而且它粉質很絲滑啊 像湯鳳那個深綠色 它也很喜歡 可是它就說它想畫 所以就給它畫了 但是我看它我也覺得很喜歡 因為它綠色配黃色超好看的 給你們看一下它睫毛膏的形狀 這邊是扁頭的 你看側面它是扁的 這樣就很好看 很方便 它上面很像毛毛蟲的觸角好不好 好不好 就好不好 好喔 好啊 很開心啊 你還好嗎 它的觸角 對不起 不知道我要怎麼講 它的形狀嗎 它的刷頭長得很像毛毛蟲的觸角 那我直接刷給你們看它的膏體是長什麼樣 很濕潤有沒有 等於說它在平口上它先抹過 不然它膏體一次出來會太多 第一次出來的膏體這麼多耶 所以它刷起來會非常濃密 它是沒有纖維的喔 是我的手啊 不是纖維不要搞錯 這個睫毛哥太容易塌掉了 我當初夾完睫毛之後刷上去 秒塌耶 因為它的膏體實在是太濕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用這一款 但是這一款它是不會糾結 也不會結塊 它是屬於濃密型的 如果是剛好買到套組的話 就建議刷完這支之後再刷睫毛羽衣 不然就是把它當作下睫毛使用啊 今天我們的眼線都是用套組裡面的 那這支眼線筆的皮膚是比較粗一點的 但是顏色是蠻漆黑的 很滑順很好畫 而且還在還沒乾之前 可以用眼線刷把它顏色拉長 可以延伸 你也可以用指甲去把它拉長 它都是很好拉的 我用這支是沒有暈的狀況 我今天的用法就是殺之前在影片有教過的 眼線防暈的方法 那我們把影片放在右上方 如果有人好奇的話再點進去看就可以了 但是我沒有用那個方法也是沒有暈啊 我覺得睫毛膏也沒有差欸 其實眼妝會暈的話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眼線 一個是睫毛膏 所以有的時候要交換測試 眼妝套組附的包包是這個黑色的 一樣都是上下有拉鍊 這邊可以裝東西 下面的拉鍊 也是另外一個空間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包很時尚 很有現在彩妝的時尚風 接下來是唇彩套組 這是唇彩套組送的包包 一樣也是上下都有拉鍊 這包包真的是超級好看的 這套組裡面有三個品項 一個是唇蜜 然後另一個是唇線筆 再來是子彈唇膏 總共這三個 我們先試色給你們看 這個是唇蜜 它裡面有金色細閃的亮片 但是是非常小顆 所以其實上唇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這一個唇蜜非常的黏 這個味道是有點巧克力的味道喔 再來是唇線筆 這真的是超級滑的 而且它這個啊 畫在嘴唇上我會覺得說很刺 因為有的唇線筆很乾 所以畫在嘴唇上的時候 會有那種不舒適的感覺 但它完全不會刮嘴唇 最後一個是唇膏 它質地也是非常滑順 它這組的顏色是有搭配起來的 因為它唇膏跟唇線筆 是同一種顏色 那我上唇蜜 我上唇膏跟唇線 我今天的妝可能 跟這個唇蜜的顏色是搭不起來的 所以我擦一擦讓你們看一下 這亮片唇蜜要卸的時候啊 還是得用膠帶把它卸掉 它的光澤好像是銀色的 近看才看得到金色 先給你們看一下這一支的妝效 嘴唇看起來比較厚一點 其實上唇是不會不好看啦 但是真的就太黏了 我覺得現在已經2022應該不會出這種 這麼黏的唇蜜了吧 這樣子顏色再好看我回想出來 雖然顏色還不錯 但是我要先卸掉 我畫完這個是唇線跟唇膏的樣子 應該沒有人把嘴唇的形狀畫這麼明顯了吧 現在以台灣的妝效來講 通常都是會把唇周用模糊 不然有時候如果顏色配不好的話 可能會顯得比較老氣 我自己的唇型實在是太薄了 唇線就是這種作用 有的人嘴唇形狀不好看 或者是沒有唇型 就可以用唇線筆來畫 而且完全不會乾 上唇的舒適度很高 唇膏跟唇線是完全沒有界線的 所以它顏色是配一樣的 我今天的眼妝跟唇色是不搭的 我會換另外一個唇膏 這個唇彩套索的顏色 我們把它放在資訊欄或者是旁邊的字卡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下面資訊欄進去看 接下來我會用到的是NAS的這一款 這個是之前的款式 它是這種像鐵製的外表 強黑色的烤漆 是磁吸式的 非常有質感 高鐵的形狀很像毛丁 有NAS的品牌在高鐵上 這在網路上已經沒有貨了 它是屬於霧光的妝效 質地非常滑順 刷色給你們看 有點微霧光 它的顏色是比較像鮭魚粉的顏色 那我接上的是這支KUKI的唇膏 它的外表是有點像鐵製的感覺 形狀有點像羅馬柱 我用的是這個顏色 質地也是非常滑順 它是屬於霧感妝效 可以完全覆蓋唇色 它顏色比較像沙漠土色 如果在日常的話都會覺得有點顯摒氣 但我們兩個都覺得非常的時尚 因為你的衣服今天剛好搭成一套 一套土色的啊 那先來秀一下我這個很高的顏色 蜘蛛人的妝效 那先來秀一下我這個很高的顏色 蜘蛛人的妝效 你很瞎喔 這兩支都是可以覆蓋出色的 不過NAS它是已經在網路上買不到了 然後KUKI的話我們查是還可以買得到 喜歡這個顏色的話趕快去KUKI光網買 最後提醒想要買 LilySilk LilySilk 這可能換品牌名啊 LilySilk 最後提醒想要買LilySilk 產品的人 記得使用折扣買 全管88折 希望買200美金的話折扣8折 我們最推薦的是 枕頭套個運動內衣 這兩個必買 我還沒好 我要抓多久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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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必買 畢竟身份證的年齡是沒辦法改變的 那我們只好從外表改變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